另外 城大民航所教授071也认为 这驾驶员应该是在下降的时候才发现 能见度变差 已经没有办法落地 所以选择重飞 不过爬升的时候却遇到了下起流 什么是下起流呢 071就说 其实呢 在国际的飞机上降落 最怕遇到就是跑到上方的下起流了 因为在下降的时候 高度骤减 速度又慢 很不容易平衡 那么这时候遇到下起流的话 驾驶只会有1到2秒的反应时间 而且很有可能会因为飞机的身力不足而坠机 林轻英说 目前各国大机场都有下起流侦测设备 不过马公式小机场没有这项设备 他不能够理解在这种天气 为什么失事班机会升空 而当时的天气99.9% 这个飞行员都不应该飞